但是當他的這個跨足道政治之後 其實他對於政治的知識常識 並沒有比真的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多多少 講白了 第一個光是看選前的民調 對不對 全台灣就柯文哲被他自己人類參民調蒙蔽 那到時候開票出來 人家做了民調都對的 是你自己民調錯的最離譜不是嗎 他自認為念大學的都支持他 是因為他已經找到票箱去了 他說分析 台灣他得票最高的 得第一名的 第一個在金門大學旁邊 第二個在什麼什麼大學旁邊 所以他就得出一個結論 他說 原來是大學畢業生都支持我 那我就在大學旁邊也可以 金門大學旁邊的投票所 不代表金門大學畢業 像我的投票所在桃園的青埔國中 我那頭皮有沒有國中畢業 所以我跟你講 醫學博士科文哲 也看不懂政治的統計學 我覺得這一些的態度 顯得就是說 他只是自以為上流 那其實這些言論 都是下流的精英分子才會講出來 柯文哲應該要學習就是他的發言 具有政治責任的發言 更何況現在民眾黨是成為國會的第三大政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所有的言論就應該要負責任 所以他那句話顯然就是講得非常的 糟糕的錯誤 並且就是導致於讓社會上有所謂的這個分層 我也覺得很奇怪 柯文哲一直要佔學歷 阿妙你也是北歷女畢業 你夠優秀了吧 那你看柯文哲說什麼 來清德前十個都是在鄉下 侯友宜的前十名全部都是在眷村 還邊講邊大笑 那現在就被質疑說 那難道鄉下眷村是貶義時嗎 只有上流社會 只有高知識分子才真的會投柯文哲嗎 我想文道有先後數月有專攻 柯文哲他是醫生嘛 又智商157嘛 台大嘛 博士畢業 這當然非常厲害 不能否認人家的優秀跟厲害 但是當他的這個跨足道政治之後 其實他對於政治的知識常識 並沒有比真的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多多少 講白了 第一個光是看選前的民調 對不對 全台灣就柯文哲被他自己人類參民調蒙蔽 當時外面的九大民調做他都是第三名 只有他還得意說 我告訴你開票出來假民調 看誰沒穿褲子 那到時候開票出來 人家做的民調都對的 是你自己民調做的最離譜不是嗎 那現在他這個民調吐賊之後 他不思去反省 到底他的內參加權問題出在哪 他開始研究 全台灣各縣市所有數字我看看 哇 二十二縣市沒有一個縣市贏的 怎麼辦 接下來看李 看我哪一個李贏 看到李去了 忽然太低調了一點 發現台北市 哇 四百五十幾個李沒有一個李贏的 糟糕了 怎麼辦 我還要找哪裡呢 找票箱 找票箱 好 換找票箱了 其實我都有看柯文哲講話 因為我從來不曲解扭曲他的話 我仔細看 他這一次講說 他自認為念大學的都支持他 是因為他已經找到票箱去了 他說分析啊 台灣他得票最高的 得第一名的 第一個在金門大學旁邊 第二個在什麼什麼大學旁邊 所以他就得出一個結論 他說原來是大學畢業生都支持我 在大學旁邊也可以 那我說在大學旁邊也可以 金門大學旁邊的投票所 不代表金門大學畢業 像我的投票所在桃園的青埔國中 我那些投票不是國中畢業 我告訴你啦 這就是我現在講說柯文哲 為什麼他的政治專業嚴重不足 因為他光看到那幾個票箱 他就好高興啊 他說還有幾個票箱比較高 在新竹 新竹市新竹縣 代表科學園區的高知識分子 博士都支持我 拜託啊 我覺得他身邊的幕僚 也跟人家講一下好不好 柯文哲全國得票26嘛 台北市平均學歷夠高了吧 23比全國平均低 大安區平均學歷夠高了吧 社會經濟地位夠高了吧 不好意思 我們大安區 柯文哲20啦 比他全台北市平均還要低啦 在全台北市 他得票最低的里 最低的票箱 不好意思 在我們大安區 東區名人像那一代啦 住那邊的人夠精英了吧 夠精英 所以你說柯文哲今天講說 如果規定只有大學以上才能投票 我們就一定贏啊 不好意思 再去我們還不用討論到 什麼歧視的問題 光是一個客觀科學事實也是錯的 我要分析有點問題 但是幕僚到底在做什麼 但我跟你講 剛才阿苗講到 這個是台北市投票率 跟學歷的比例 大安區是學歷最高的嘛 對 那相對來講 平均學歷 我們講平均學歷 大同萬華 南港 這所謂的傳統社區 平均學歷 老人家比較多 所以平均學歷比較低 但是成反比耶 就是學歷越低的 反而是越支持柯文哲 學歷越高 平均學歷越高的 反而是 所謂的支持柯文哲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柯文哲不曉得嗎 大學是最低的 所以我跟你講啦 醫學博士柯文哲 也看不懂政治的統計學啦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自以為上流的人 用這個所謂 極大的這個話語權 來跟這個台灣的社會 然後去講述說 什麼叫做鄉下 眷村 老人 或者是說 誰叫做高知識 或者是這個 什麼叫做高收入 這個狀態去分析 自己所謂的選票結構 或者是別人的選票結構 我覺得這一些的這個態度啊 顯得就是說 他只是自以為上流 那其實這些言論 都是下流的精英分子 才會講出來的話 那你怎麼看他之前還說要 就是想規定 就是念大學才可以投 我認為雖然他這一句話 好像看似好像是開玩笑 因為他講完之後大笑 那其實你要知道 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是相信柯文哲說的話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應該要學習就是 他的發言是 具有政治責任的發言 更何況現在民眾黨 是成為國會的第三大政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所有的言論 就應該要負責任 所以他那句話 顯然就是講的 非常的糟糕 而且錯誤 並且就是導致於 讓社會上有所謂的這個分層 跟所謂就是 你要說就是年輕人跟老人的問題 我覺得另外還有一個很嚴重 就是柯文哲在數據的分析上 都是透過報導看來的 他們自己完全沒有去做大數據分析 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2024年的1月 他的研究所的支持度 是三個人裡面最低的 那請問一下有讀書的人 難道研究所以上的人 是不是就是有讀書的人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40歲到49歲 是這個年度 投票人口結構裡面最多的人 那這些人也是年輕人啊 是不是也沒有全部支持柯文哲 我認為柯文哲應該要積極的去面對 他所謂為什麼民調假老二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你會覺得他都用一些歪曲扭曲的方式 在洗腦袋自己 我認為就是說很多的言論 就是政治是要責任的 不是宗教 那宗教是精神上的寄託 但是當你在就進行政治行為的時候 用宗教言論的方式 來讓很多的這個 所謂政治支持者成為你的信徒 我覺得這個絕對會在你之後選舉上 會成為你的反撲 因為為什麼 因為變成你的言論的說法 都要非常的民粹 才能迎合他們的需求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祝福三立新聞網觀眾朋友們 天天都有錢 和我們都總來 台南400 台灣燈會 都是你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總統唐仲勝 在這邊要祝福我們所有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榮行天下賺多錢 和我們榮和你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 勇媽黃偉哲 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 幸福 平安 快樂龍中來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長 翁張良 祝福大家 龍來一轉 好運一整年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平東縣長 周春銘 祝福大家 飛龍在天 龍年行大運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竹縣長 楊文科 祝福大家 龍馬精神 展紅圖 幸福安康 何家歡 永遠 三立新聞網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雲林縣長 張麗善 祝福大家 富貴龍華 叔叔龍順利